大家好 我是万绿和园的演讲人 叶小画 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我的家乡和园的故事 和园有着复杂多样的面孔 历史 人文 名仆 信仰 它也曾是文明激烈的交汇与扣装之地 是原主生物影响的栖息家园 是可以燎原的新兴之果 和园的地图像一张陨藏着历史文化的藏宝图 无一不等着我们去发现 地处北回北县边缘的和园 东西仔 南北辖长 群山会翠 各已风骚 联名起伏的山脉和翼翁清澈 是大自然的馈赠 让和园气候温和 雨量冲突 四季无春 它默默献出了翻滚的云海 清脆碧绿的万能图 其松外石远不停歇的演绎者 冻人的故事 六亿年前 水精灵 桃花水母就选择定居于此 自国以来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河流 东江就是这样一套被选中的生命之江 秦始皇三十三年 至文川县 赵头为令 赵头把庸人先进文化 撒洒在南越之地 东江文明的乐章 自此奏向 声声不息 这里 曾走出天资充饮 人称插城之魁的 一套 曾走出 红心万丈 赶为人先的东江三杰 乱孝仙 黄军人 刘我松 他们用特家人的勤恳 温润 勇敢 智慧 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峰府过八百年绝唱 时间雕刻的南宋归风塔 无声凝望 东江文明 在这条江上 人们总是岁岁年年 渝州晚唱 江岸居住的更多是普通人 在艰苦的岁月 唱响诗情话译 唱生活 唱有诗经遗风的偏类之音 客家山歌 上山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沉稳的山 与灵动的水 让河原人温润 坦荡与平和 河原客家人 在秦汉开始不断南迁 逐渐形成今天 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名气 别具一格的民族建筑 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 足以令河原成为客家名气中 一个令人骄傲的群体 而在今天 绿色生态 蓝色湖水 古色历史人文 红色革命教育 特色温泉 夜色休闲 河原集齐了六种不同色彩 全力打造六色 河原文旅品牌 河原 粤港澳大湾区的后花园 凭借便利的交通风流 加入一小时生活圈 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百亿级水经济产业集群 百亿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 生态旅游业 现代高校母业等五大产业 在此百花齐放 一村一品 一阵一夜 生活共建 在此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步 产业新市 荣湾荣深 乡村振兴 城市体质 形象提升 民生保障 生态优先等七大行动 顺利建设幸福 和谐 美丽和园 万绿和园 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